大家好,又來到匯豐投資衛客室 我是Ravo 匯豐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的高級策略研究經理 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專家 分別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外匯市場和海外物業投資的看法 分別是黃鎮宇、Eric 他是房地產專家 也是私募基金 Bricks and Motor Management的總裁 在我身邊有宮衛儀Ada 是匯豐香港區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的 投資策略總監 會跟我們前瞻一下外匯市場的表現 首先跟Eric聊聊天 去年新冠肺炎全球大爆發 引發環球經濟陷入衰退 但最終環球股市都錄得雙位數字的總回報 而同時樓市好像股市一樣上升 你們作為地產投資者 對於今年海外物業市場的看法會是怎樣 其實今年都比較複雜 第一就是很多國家因為新一輪的封關 又殺到埋身 本來想著可以做回的生意 現在可能做不到 本來可能不會裁的員 現在要裁回 這個對很大的經濟上的打擊 還會陸續顯現出來 再就是很多國家你或者都記得他們之前有很多支援措施 可能有一個終極的時間 所以說得不好聽 就是懸崖之後 會不會出現一個斷鏈的情況出現 再就是有很多供應鏈都是出現了問題 你可能說特別是農業的方面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很多東歐的可能去西班牙或者意大利那些地方 摘果的那些努力不能夠出現 然後他們的那些失產 甚至澳洲其他地方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今年很大機會是各種商品方面都會出現一個 因為封關而導致的升值潮 農業商品也好 能源商品也好 其他各方面的金屬也好 各方面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今年可能是最受惠的 反而是處於生產這些商品的區域裏面的城市的物業 會跑贏 即是商品市場譬如澳樓加這一類 是 因為去年那個印銀子已經導致金融資產 貿易的地方 譬如說 紐約、倫敦、香港這些已經升上去 但今年因為這個價錢的上升 不是在資產上而在商品上 那方面的那些受惠的地方便會升得更加好 又問Ada 在外匯方面都會影響著海外貿易投資者的預算成本 Ada 這方面你又怎樣看 我們在香港買樓 例如樓價、租金、收入、按揭、利率 這些都是很主導我們的因素 如果我們去海外的話 一定要好留意就是那個匯率 事關其實在環球央行 特別是美國上年3月開始 大頭我們叫做去泵水印銀子 利率亦都處於一個這麼低的位置 即是無可否認現在全世界 銀子的供應量是多了 所以亦都見到那些錢是流入了資產市場那裏去追逐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地方的匯率是低了 即是變相其實它的資產都便宜了 有機會都會吸引那些人去那裏去買回它的資產 以Ada 其實很多我們的行銀客戶都會想定幾時對定外幣 尤其是可能一些計劃在海外置業 或者子女在海外升學 那麼我們2021年外匯市場的一些重點 有些甚麼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基於兌換外幣 主要都是以對美金為基礎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看看美金的走勢 其實美金我們見到上年 特別是你看到總統大選之後 即是環球市場我們見到有一個risk on 的情況出現了 令到美金亦都是反覆跌勢都幾急下 那麼我們覺得2021年美金下跌的趨勢都會持續 不過那個幅度就未必會太大 而那個跌勢的時間也都未必會持久很久 即是為什麼我們這樣看呢 事關我們見到去年年尾開始 即是出了一些疫苗的發展都幾鼓舞 也都見到在歐美等等的地方都有一個開始接種 那麼如果市場衝警的那個疫苗是可以廣泛使用 有機會會令到環球的經濟是一個V型的復甦 那麼我們見到V型復甦的話 一定是經濟好 經濟好亦都會支持到貨幣表現 那麼我們亦都不得不提一個叫做歐元 因為其實歐元在這個美匯指數裏面 其實佔比是非常之高 但我們覺得歐洲在經濟動力上 相對起美國就失息一些了 因為你事關見到 譬如歐洲央行都有講過 歐元匯價偏高的話 可能會收緊金融狀況 甚至乎會影響到它的經濟復甦 所以如果歐元我們今年其實看它都會偏強 但是那個升幅就未必太多 所以對於美金來說都會有一番支持作用 至於英國脫歐之後 我們覺得其實在現價上 那個利好消息大致反映了匯價 還有那個貿易協議 其實有機會會削弱了英國企業的競爭能力 所以我們預期今年 英鎊對美金的升幅可能會受到限制 講到英國 外匯市場已經逐步Pricing了英國脫歐的影響 相比起脫歐 我想現在更加令人擔心 是疫情對英國的經濟影響很大 但是英國的樓價其實不斷上升 而Eric 你對英國樓市的前景又會是怎樣看呢 今年其實有不少利好因素 最大的就是可能出現的一個香港移民潮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和脫歐相關的 因為過去四五十年 進入了歐盟的經濟區之後 有很多是不太有利於營商的繁民肉節 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 或者是稅 因為現在英國脫歐之後 正在制定法律 將很多的東西全部廢了 這個對英國未來的經濟活力 或者是競爭力是非常之有利的 除此之外 你看回整個歐洲 基本上只有幾個地方 是有淨的人口增長的 英國是其中一個地方 這些都是對樓市的需求 各方面都是非常之美好的 所以這方面 我們都覺得 英國各方面都是值得可以考慮投資 上年英國因為降低了土地的印花稅 多數有人留意英國的海外物業市場 如果這個措施完結之後 這個走勢又會如何呢 那個措施其實比較限制性比較強 它是以不同的價位來減少印花稅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受惠的那個板塊 可能不少的需求就拉前了 3月底之後 可能那個板塊 可能成家就疏落了很多 但其他不同的價位 可能繼續是普通的 以經濟為主軸來趨勢 或者是買賣升跌 那些板塊可能就比較容易預測 而Ada 對於有興趣在英國買樓的客人 應不應該趁現在買好英鎊呢 其實我們看到今年踏入了一月份 英鎊的升幅是比起一些主要貨幣 例如是澳紐市 其實是落後一點的 我們覺得今年英鎊是一個 叫做橫行整固的格局比較多 年尾我們看回目標 可以看回1.34的水平 也覺得達成了脫歐貿易協議 這個利好因素 相信都大致上都反映了回價上面 如果我們從基本面去看 由於脫歐貿易安排 其實在一些非關稅壁類上 例如一些金融服務要範疇等等 其實這些安排都還要談的細節 所以有機會都會為英鎊 有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再加上我們見到英國本身自己 其實它的債務水平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亦都會影響了英鎊周期性的表現 所以我們覺得今年都是橫行整固比較多 如果有小朋友要出去讀書的話 其實相信家長都不用太擔心回價這個問題 講完英國 我們再講另一個香港人比較熟悉的澳洲 根據澳洲樓市分析公司CoreLogic的估計 2020年適利的樓價全年只升了3% 而且在熱門地區麥爾本的2020年的樓價 全年還跌了2% Eric 我又想問問你 為什麼這兩個城市的樓價 表現會出現一個分歧 而2021年整體澳洲樓市的樓價 怎麼看呢 最大的推動因素 當然就是去年減息減得很厲害 另外一個就是導致 為什麼麥爾本差過Signy 就是他們那裡的封關措施 是極度嚴厲的 所以導致很多人 好像說不知 不可以離開家裡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很多人的反對各方面都被政府壓下去 所以在經濟活動方面去年是非常之差的 所以新蘭威爾斯那方面做得不太好 今年看看他們會不會快開關 導致樓市反彈一點 但整體來說 整個澳洲最終都是受惠於商品的大聲浪 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反應 因為始終是港人多去的那些城市 過去十年二十年 那個供應是很大的 而且很多的供應是住宅單位 但現在就導致有一個新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越來越多人就想著要住在有屋地的地方 而不是住在市中心那些高層單位 這方面的供應可能會導致樓價有一個下調的風險 這兩個城市裡面在這方面的供應是最多的 如果你看回不同的城市來講 我們甚至會提議一些投資的人 去走出這兩個主流城市 去一些二線的城市 Brisbane、Darwin或者其他那些 可能在商品的聯繫更強的經濟體系裡面 他們的樓價升幅可能會更加好 又問Ada來了 近期這個中澳的關係 又會不會影響到澳元的走勢 我們看到澳元在去年 其實差不多做了一個V型反彈出來 由三月份你看到大概55米才一直這樣借 有一個很強勁的表現 我們看澳市 今年年尾有機會去到0.81美元這些水平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Eric剛才也有提到 就是一些商品有關的行業可能會好 我們也看大中商品和貿易條件這些因素 都會繼續改善去支持澳元 至於你提到的中澳關係 我們覺得短線來說 就看不到一些很大的影響 Ada 我們講完澳洲 我們講一下同樣屬於商品貨幣的家園 今年環球經濟復甦 刺激能源價格回升 那今年會否帶動到家園走勢呢 我們覺得家園 其實我們的看法 都是一個叫做色度樂觀的看法 覺得今年它都可以受惠於V型的經濟反彈 我們都是看好的 年尾我們的目標 即是體對美金 我們覺得可以去到1.22 不過家子我們的看法 就相對於澳紐子 我們就沒有看得那麼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覺得加拿大一方面 它的債務水平比較高 另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預期的 今年油價會大幅上升 所以可能某程度 都會限制了家園的表現 又要問一下Eric 我們就看家子 好像沒有澳紐那麼好 那你又怎樣看加拿大樓市 這方面我都基本上同意 始終來講 澳洲是一個比較支持市場的一個政府 加拿大那邊是比較社會主義 高福利一些 稅的方面都會高很多 所以這方面加上現在 可能中國那些移民 因為中加關係 未來會幾大幅度的減少 這個對那邊的市 支持力就會減弱 都是同意 應該是澳洲那方面 稍為優勝過加拿大 Eric 對於有興趣 在海外事業的人 你有沒有什麼 志願的錦囊 或者個人分享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這方面 投資上面 用得最多的 就是用數據去分析 還有做多些 不單止是宏觀 如果你是買住宅 是可以賣出去的 現在就多了很多 學生宿舍 那些資產 表面上看 可能那個回報率很高 但當你要賣的時候 有沒有人會接你課呢 這些都是要非常小心去考究一下 才去扔錢下去 非常同意Eric的觀點 因為做任何投資都是一樣 都是要做足功課 那接下來如果我們的客戶 他無論是想 可能在海外置業 又或者是他們子女 在海外升學 又或者甚至乎 他希望透過用外匯投資去增值 你這方面又有些什麼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實如果小朋友要去升學 甚至乎我們要搶錢去供樓也好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會擔心匯價波動 這個時候其實都很值得 去善用一下銀行的外匯平台 例如我們可以去設立一個 外匯度價提示 這個功能其實到一個 我們心儀的外匯價位 例如是英鎊對港幣 可能是10.5水平 他會提示你 又或者是自動幫你做兌換 那你就可以免卻了一些 外匯的波動 或者經常都要看著市場 那如果你已經兌換好外幣 在未去到交學費 又或者未去到交付物業買賣資金的日期之前 也可以選擇合適的外幣定期存款 又或者利用高息投資存款 去增加利息回報 這些高息投資存款做法比較靈活 短至一星期 或者最少5000元港元 都可以開始進行投資 而高息投資存款來說 息率都一般會比較高 即使匯價之後回落 你也可以收息 同時有機會趁匯價回調的時候 存到更多的外幣 最後去到交付買賣海外物業的款項的時候 也可以利用匯豐環球轉賬 免費即時匯款到海外 那就既方便又快捷了 到這裏 多謝兩位的分享 希望我們外匯的觀點和平台 可以幫到大家完成海外事業的目標 我們下一集匯豐投資會下室再見 拜拜